接着要介绍的是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护理系四年读下来 其实就是由一堆的政客 搭配着手作的实验课所组成的 那大三它更是如此 大三开始我们在学校 读的是内外产而精工的政客 同时我们也要去到医院去做 内外产而精工的实验 也就是在医院去做实习这样 那实习呢 我觉得实习可以说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一门必修吧 因为那种从课本上学到的东西 实际在临床在医院工作时 被运用出来时候的那种兴奋 我觉得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可是那是我在国中高中不曾有过的体会 它会让它会转化为一种 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的动力 并且会让我觉得说 上课的意义不在于 只是考试拿分而已 实习它让我知道的是 护理工作它真实的面貌在哪里 以及我在学校上课上的这些东西 在以后工作究竟会被怎样的运用出来 那在介绍完实习的意义之后 接着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实习是怎么进行的 那我们的实习的话是有六到七个人一组 有一位指导老师带着我们同学一起去到医院的一个单位去做实习 那通常我们会上到的是白班的部分 也就是白天的八点到下午的四点 那如果同时就是偶尔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就是同时有两所学校要在同一个单位实习的话 那经过两方的协商讨论之后 可能会上到所谓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八点 这个是小小夜班的部分 那实习呢主要是我们的基本护理学 也就是简称这里简称的基护 跟内外科、外科、产科、儿科、精神科跟社区卫生护理等 这所有的科目我们都要全部跑一轮 以我为例子好了 我的基本护理学是在一般外科做实习的 而我的内科实习到了心脏内科以及新陈代谢科 那外科的部分呢我则是去到了耳鼻喉外科 至于产科的部分是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大家都要跑过产房去到婴儿房去过产后病房 那儿科的部分的话 我则是去实习了儿童外科以及儿童内科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精神科的部分 不是去到领口肠根医院了 我们精神科是去所谓的精神专科医院 那就是整栋医院就仅仅只收的是精神科的病人 所以我们在精神科护理学的实习的部分 我们会去到的是桃园疗养院 以及台北市立疗养院等等 那社区卫生护理学的部分 我们则是去到台北以及桃园的卫生所去做实习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其他的部分我们都是待在领口肠根医院实习的 那接着是讲到综合选习的部分 综合选习最大的差异在于综合选习 我们是自己一个人去到一个单位 跟着那个单位在工作的学姐去做实习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选习的选那个选字在哪里 那个选字是在于你要去哪一个单位实习 是由你自己做选择的 那在这个单位的选择上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实习 都是在一般病房做实习 而我们这里的综合选习的话 则是会开放有一些特殊单位 像是急诊啊 加护病房 开刀房等等的一些特殊单位 可以去做选择 那我们的方式是用抽签的方式 也就是学校会先公布这一次选习 医院所开放的所有的单位名单 那我们透过抽号码的方式 你抽到一号的话 你就可以第一个去做你选择 选择你想要选习的单位 那这个综合选习的时间点 刚才有提到 是在大三暑假 以及大四下学期的时候 会分别做两次的综合选习 刚刚漏题了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是跟着单位的 护理师学姐去做选习的 所以如果那个学姐上的班别是 好比是应该是应该这样讲 就是那个学姐上什么班的话 你就要跟着上什么班 所以你有可能运气好一点的话 你可能会提前先体验到所谓 凌晨零点到早上八点 这个大夜班是长什么样子的 对 那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14T的实习加选习下来 一个算是实习的小小心得吧 我觉得在实习的过程中 主动是绝对的优势 因为一位老师 他要带6到7个同学 已经很吃紧了 那如果今天我们学生不主动的话 老师还要一个一个盯着你 甚至是找你约谈啊 问你会不会啊 懂不懂有没有问题 碰到什么状况 那一天的实习八个小时下来 老师只要负责约谈学生就好了 根本没有时间做教学了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学生应该是 应该学习要去主动 主动的去问问题 主动的去分享你的实习心得 或者是主动的去回报你的进度 并且就是最好能够把握每一个 能够练习技术的机会 这样一来 先老师会觉得说 你的实习态度 你的学习态度是积极的 你的印象分数会不错之外 老师也可以很轻易的掌握你的实习进度 会了解到你的状况 会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甚至老师很能够知道说 老师自己本身能够提供你什么帮助 那相反的 如果你是那种默默努力型的同学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讲是非常吃亏的 因为你如果平时都不说话 只会低头做自己的事情 那也许你笔记抄得满满的 然后你回到宿舍每天都读书 读到半夜两三点 可是你在实习的过程中 总是很安静 总是那个存在感很低 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你都是默默的在角落里听的那种学生的话 老师可能会误会你的沉默是 你没有读书你不会 又或者是你精神不济心不在焉 老师可能甚至会误会是说 你会不会还搞不清楚状况 不知道实习的意义在哪里 不知道你自己是来医院做什么的 那殊不知你只是一个个性比较 内向害羞的同学而已 那这样我们姑且不论你实习的成绩不会好看 最重要的是你会错失了很多 能够学习的很好的机会 接着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实习经验 我想这应该第一开始实习的人都有过的紧张跟害怕以及担心吧 我当时的我也不也是一样的 当时的我在一开始要进入医院做实习的时候 去实习基本护理学我也是一个紧张到不行 就很担心一直很担心病人会不会觉得我没有执照 我凭什么去做护理措施我凭什么去做治疗 然后我甚至一度陷入了那种我相信病人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种迷思里面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一直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身上 老是担心病人会怎么看我会怎么想我太过本位主义了 这也并非是护理的核心 护理讲求的是以病人为中心 把自己缩到最小把病人放大 我们才能看见病人的问题以及他的需求 抱持着一颗为病人着想的心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个温柔是会被对方所感受到的 接着要分享的是大家在实习的过程中可能都有过的经验 我常常觉得那些紧张跟害怕会使我们陷入某种很可怕的负面循环里面 而截套的方法很简单 其实只要换一个角度想就好了 曾经的我也觉得老师学姐都很电 而开始很害怕实习 不过其实换个角度想 被电又怎么样 如果说被电是成为一位合格的护理师 必经的过程的话 那我宁愿是在实习的过程中 出错 出包 被电 也好过我一路实习的过程都很顺遂 到了我出了社会 我依旧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不知道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那我想护理毕竟是攸关人命的工作 对我来说 护理它不是零分 就是一百分 我情愿用我自己还是学生 还在实习过程中被惨电的那个零分 去换取等我毕业之后 当我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去负责病人的时候的那个一百分 来讲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所以对于 因为老师学姐很电 而害怕实习的学弟妹们 我想说的是 你是幸运的 就这样告诉自己吧 如果都是要被电的 那早一点被电的话 兴许是幸福的 这14期实习的过程中 我跟病人之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印象很深刻 而我亲眼所见的两个震撼 第一个是我在产房 实习的第一天 真真实实的看到 所谓baby出生的那个过程 不管是 不管是 剖腹产的妈妈 她从 皮肤到 皮下脂肪到肌肉 甚至是子宫被化开之后 baby出来了 然后再一一缝合的那个画面 又或者是 自然产的妈妈 她经历过症痛 公缩时的那个深思历劫 只有亲眼所见 妈妈真伟大这五个字 才终于不再只是 我自己嘴巴上说说 我喊喊口号而已 而是真真实实的 刻在了我的心里 这里我想说的是 有时候那种 城墙烂掉的真理 会出现在 课本的核心概念里 会被社会风气所影响 所倡导 而我们 或许是只有我 我觉得我都是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种被动式的表面接受 我知道要孝顺父母 我知道要感恩喜福 因为这些都是会被社会高度赞赏的行为 而妈妈真伟大这件事情 也是同样的例子 在社会大众过分的渲染下 这十几年下来 让我变得有点麻木 这样说可能有点丢脸 可是是事实 我是在亲眼见到 这个小baby出生的这个过程 我才真真实实的体会到 所谓妈妈的辛苦跟伟大 那第二个我所亲眼 见到的震撼呢 是在新陈代谢科病房 实习的过程中 一位30岁不到的病人 他因为高血糖为相被送进医院 而医生最后诊断 他是得了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他的妈妈在病床旁边 那个怎么说 他的那种悲痛的神情 以及他那个红着的眼眶 还有他一直不断不断的问我们 为什么会是他儿子 他儿子这么乖 这么孝顺 这么听话 究竟为什么是他儿子 这句我们说 好像没有解答的这个问话 至今都一直很深刻的 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就是在那个当下 我才很真实的体会到 所谓父母对于子女那种 好深刻好深刻的爱 以及我们如何去报答 这些最真最真的爱 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那些真的爱我们的人 去知道说我们过得好好的 那也是在新陈代谢科病房实习的过程中 才让我很真实的体会到 所谓饮食运动 生活作息 以及平常的生活习惯 对于健康是有多么大的影响的 有些人或许会说 医护人员他的牺牲 他的奉献 他很辛苦 很令人钦佩等等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14期实习下来 我觉得好像每一个病人都在以他的生命故事 教我一点什么 而我在照护病人的过程中 其实我得到的远远比我付出的 还要多好多好多 我得到的远远比我付出的